财经世界连接你我 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早上来说一下5G 在日前进行的国际标准组织 3GPP的会议上 5G最新的R16版标准是宣布冻结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一个 更加完整的5G标准是出路了 那么5G的建设和发展 也将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今年以来除了3月份新基建 拉动了一波关注之外 社会各界对5G的关注热情 正在迅速地消退了 那新闻媒体对于5G的报道 也是明显减少了 相比之下 去年几乎是全民都在 关注这个话题追捧5G 那其实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并不代表5G就开始失宠 而是说明5G它其实现在 已经逐渐地走向成熟了 没错 这个技术成熟度 曲线就告诉我们 任何技术其实都会有一个萌芽期 期望膨胀期 泡沫换面期 复苏期和成熟期 而现在的5G是已经是 度过了这个期望膨胀期了 不可避免的就会进入到 一个低谷当中 然后复苏 那么现阶段 这个5G发展是逐渐挤掉了泡沫 远离浮躁 这么进入到了正轨当中 以内地为例 这个5G的工程建设 是正处于一个稳步推进的状态 而5G的行业应用 也在加速落地 从网络建设的角度来说 截至2020年5月 目前国内5G基站数量 已经超过24万个 到20年底 将很有可能达到70万个 国内一二线城市 均已经实现了较大规模的 5G信号覆盖 大部分的地级市 甚至是县级市 都拥有了5G基站 接下来很多乡 县 地区 也将陆续进入5G时代 不过5G并不会像4G一样 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无缝覆盖 它将主要针对 人口密集的地区 进行热点区域覆盖 那么此外 针对智慧农业 智慧城市 工业互联网 车联网等等 这些需求场景的区域 实施按需覆盖 简而言之 其实就是5G的建网政策 就是哪里有需要 就覆盖到哪里 从覆盖的场所来看 5G的下一步重点目标 是要从室外走向室内 那么目前大中型城市区域 绝大部分的室外红站的站址 只是要条件允许 都已经是挂载了5G AAU天线 那么接下来运营商 将会在鞋子楼 商场 政府机构等等 这些人员密集的区域 来加强5G分的 市分的这个建设 那以及信号质量优化 做到深度覆盖 这是一项难度很高的工作 建设周期会比较久 成本也会很高 如果说5G接入网 是不断新建 不断扩大覆盖的话 那么5G承载网和核心网的 当前主要任务 就是现有设备的 升级改造和扩容 尤其是5G承载网 随着5G基站和5G用户 越来越多流量 带宽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那么急需进行承载能力 扩容的改造 5G承载网的中传和回传 三大运营商的 技术方案基本确定 目前已经开始商用落地了 那么说到这个5G承载网的前传 这个技术方案还没有完全明确 产业链也是有待进一步的成熟 5G核心网现阶段三大运营商的 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用户面的下沉 以及SA独立组网 核心网的开通之上 估计在9月份的左右 也会陆续来公布商用 而5G也将是华丽升级 那么除了这个网络建设进度之外 我们还要关注到的是5G的商业落地 事实上商业落地的重要性 远远要大于网络建设 移动互联网方面 截至在20年5月 中国累计有5G套餐用户8500万 到20年底 这个数字将很有可能突破2亿了 现阶段国内市场各品牌 旗舰手机均已经开始支持5G双模 5G手机出货量 已经接近手机总出货量的一半 由于5G在手机用户看来并非刚需 所以说升级欲望就并不是那么强烈了 印银上公布的5G套餐用户说 也有不少的水分 那目前升级体验5G的主要人群 还是具备一定的消费能力的年轻用户 比较喜欢时髦的人 5G最火热的APP应用 仍然是这个Speed Test 另外这个大部分的用户的5G升级 将要取决于个人手机的更新迭代 什么时候你要换新手机 那什么时候就会升级5G 由此看来 这个5G在个人用户市场的普及过程 将要远远要比4G来得漫长一些 那么在产业互联网方面 工业互联网 车联网 智慧城市 智慧医疗 智慧农业等等 这个各个行业领域 5G还在积极地推动当中 落地的过程中 运营商 设备商 服务商 提出了很多5G的行业结合的方案 可商用的场景很多 也有成熟案例 但具体效果和市场反馈 都不是非常理想 5G的投资回报周期很长 我们需要给5G 更多的自然生长时间 我们也需要给行业用户 更多的时间 让他们逐步地了解5G 接受5G 认可5G 感受5G所带来的赋能效应 最终才能够心甘情愿地 去为5G新技术来掏钱了 说的一点没错 那么除了网络建设和商业落地之外 我们还需要关注到5G的几个弱点 这些弱点很可能会左右到5G的发展态势 影响到5G的未来走向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这个覆盖效果 刚刚我们也说过了 目前我们已经有了5G基站 主要是在室外红站 那么5G用户规模也不大 所以现在的资源还是比较充足的 可是一旦要是到了室内 运营商市分没跟上的话 加上5G用户数后续也会不断地增加 体验是否还能保持现状 那就很难说了 如果说用户体验明显下滑 势必就会影响用户 对于5G的信任度和接受度 也会影响更多用户 升级5G的动力和决心了 那第二就是设备能耗 那目前来看 5G无线设备的能耗 明显是要高于4G的 虽然在设备商的努力之下 两者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地缩小 但目前还没有彻底来解决这个问题 巨大的能耗给运营商 带来了很大的电费压力 5G的能耗一方面是 设备自身工作的能耗 另一方面是散热的能耗 那么第三个我们需要关注到的是 2G和3G的退网 重根和清频 那么随着这个5G的建设深入 运营商势必会加快 2G和3G的退网 以减轻自身的违运负担 那么同时这个退网清频 还可以释放出更多的 这个频率的资源 给4G和5G来使用 其实这个退网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目前中国还有数以亿计的 2G和3G的存料用户 包括互联网卡用户 那么对于运营商来说 需要制定合适的退网策略 来稳步推进 尽可能是对用户的影响 降到最低 没错 第四个就是运营维护的压力 那5G是一张超复杂的网络 要远远比之前的2G 3G复杂多了 在目前还没有完成 2G 3G退网的情况之下 旧技术叠加 新技术就加剧了整体网络架构的 一个复杂程度 那这样的网络 如果还是依靠以前那种 人工运营的方式 肯定是玩不转了 近几年来 设备商一直在努力 简化产品的运维的操作 那运营商也在积极地探索 智能运维 但由于种种的原因 运维工作的模式转变 因为人员的思维思维思路的转变 比想象中要更加慢也更加难 而且转变越慢窗口 时间就会越来越短 那如果运营商不加速 推进这个运维变革的话 就很可能影响到自身的转型 其实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 总而言之 5G是运营商的一次大考 这个真金白银都已经是花出去了 而这些投资 对于收入是不断地下滑的 运营商来说 也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那么在短期之内 也完全看不到回报 而面对现在这个严峻的形势 运营商是正在努力地求变 我们可以观察到 这个运营商的组织架构 战略方向和商业规模 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在危机之下 他们还学会了抱团取暖 还有比如说像这个电信和联通 它的这个共享共建 还有像移动广电的联姻 这些主动地求变的行动 到底会不会产生 所期望的这个效果 目前我们还是不得而知 但是有一条是一定的 不变那就真的跟等死 没什么区别了 没错 求变总归还有一丝希望 不管你是变得好 还是变得不好 你先上了这个道再说 最后我们还想说的就是 5级的商用并不是一切的结束 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随着R16版本的冻结 SA核心网的商用 我们即将进入后5级时代 那这艘承载了所有通信人希望的巨见 究竟将驶向何方呢 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下期再见